一条150g的汁鱼盐 1茶匙盐 少许白胡椒粉 半茶匙米酒 半茶匙麻油 150g同样重量的南瓜 切成薄片 你看我披起皮 1汤匙豆豉 我把鸡蛋捏一捏 等它稍后嫩 容易出味 醃好后 放上南瓜 我会放1汤匙蒜蓉 干葱蓉又是用1汤匙做 用3汤匙油 开高火 2汤匙豆豉 1汤匙蒜蓉 1汤匙干葱蓉 2汤匙生抽 1茶匙鸡粉 5汤匙韩国鸟酒 1汤匙白糖 即是3汤匙 然后将酱汁淋入鱼中 盖住它 用大火蒸好快10分钟 关火之后 1汤匙的红椒粒 1汤匙的葱粒 灑在表面 炒1分钟 再完成 鱼菜 鱼菜 锅 煮凉 煮凉 淀粉 字幕提供